我国的本土确诊人数 在今天已经来到了 28,420例 再创新高 那么其中看到在新北市的部分 更是破了万例 继续来看到的是在中重症的个案 是暴增了77例 包含了5例重症 72例重症 另外也增加了5个人死亡 不过今天更值得关注的 就是其中出现了首例 年轻重症死亡个案 证明有20多岁的女子 她打了3剂BNT疫苗 没有慢性病史 4月26号发病 隔天裁剪确诊 进行居家照护 因为持续的腹泻 4月29号送急诊 被诊断为败血症 收治加护病房 但是在并发6天之后 还是因为新式战斗 抢救无效 不幸死亡 本土确诊数天天创新高 4号国内更增加5例死亡个案 其中还包含首例 20多岁的确诊死亡案例 这名女子已经打完3剂BNT疫苗 之前也没有慢性病史 4月26号发烧上吐下泻 快筛阳性 隔天PCR确诊 开始居家照护 不过症状没有缓解 4月29号又腹痛呕吐 赶紧到急诊就医 这时已经出现低血压 被诊断为败血症 加上脱水修课状况 收治家户病房 隔天病情加剧插管 转送医学中心治疗 尽管中间使用呼吸器 瑞德西韦等药物全力抢救 不过病发6天后 患者心事震动急救无效 排除有合并细菌感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的死因 演判还是因为新冠肺炎 合并有这个 代血腥修课 以及多重器官衰竭 死者好友也难过po文 真的没想过最好的闺蜜 会因为确诊离世 她疫苗打好打满 还天天活蹦乱跳 更说要当我伴娘 才24岁就离开 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希望下辈子两人 还能再当好闺蜜 同一天本土中重症个案 也暴增77例 包含5例重症跟72例重症 让不少人担心 死亡率会不会连代表高 会随着个案数成长 中重症的人数也会增加 年轻女子接种3剂疫苗 软疫后短短6天 却重症不治 引发关注 不过指挥中心推估 疫情高峰可能就落在这个月底 民众能做的恐怕还是疫苗 打好打满 做好自身防护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现在民众对于快筛试剂的 需求量大增 指挥中心紧急的向22家厂商采购 而其中有一家叫做 高登环球声音有限公司 指挥中心在2号正式含文采购 1700万剂的快筛试剂 不过国民党立院党团就踢爆 说这间公司的前身呢 其实叫做顺义乌食品有限公司 资本额200万 登记营业项目是面店 小吃店 还有饮料零售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医疗相关专业 遭到质疑 是否图利特定厂商 难道是想要赚国难财吗 不过对此 指挥官陈时中回应 任何大公司都可能卖过小东西 只要有医财证照 产品有EUA 交得出合格的货 就可以了 而中央也会严格把关 正当全台脑快筛世纪荒 指挥中心急向22家厂商采购 其中一家高登环球生衣公司 却被提报前身世间食品公司 在领口长根卖泡菜锅 2020年11月才摇生意变成生衣公司 如今马上接下卫福部1700万剂 高达16.5亿巨额采购合约 过去没有任何从事生衣的一个时机 且是一人独知啊 怎样的有利人士 才能让这家餐饮公司大变身啊 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黑箱 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事情 更神奇的是高登环球生衣公司 资本额仅200万 流信公司负责人 2020年海英付不出62万债务 遭裁定强制执行 短短一年半大翻身 实地走访高登登记在三重的公司地址 竟以人去楼空 公司当团秀出5月2号指挥中心公文 质疑其中有贵 要署名的陈部长给个交代 任何一家大公司它都有可能卖小东西 我们的采购大概分作两种 一种是信誉 另外一种采购是紧急需要 那种是以最后交出来的东西合格不合格 为准 拥有EUA的厂商都来采 虽然国内急需快筛试剂 但从价格到采购过程 争议一桩又一桩 记者战权的未成台报道 有家人确诊了乐团指挥第一时间快筛阴性照常演出 引发争议 上个星期六也就是4月30号 有国乐团赴台南生活美学馆举办音乐会 而就在表演之后传出了指挥确诊 疑似呢就是家人在表演的前一天确诊 指挥快筛阴性之后在隔天照常出席 但是过了两天他开始身体不舒服 经过PCR确诊引发了恐慌 而当初两个小时的表演过程 有团员吹奏乐器没有戴口罩 现场还有观众将近300人 担心会变成防疫破口 不过对此呢团长也提出诚情 透过手势指挥家在台上引领乐手们演出 上个月30号国乐团到台南生活美学馆表演 就在事后传出指挥确诊 30号演出29号他是持这个快筛的阴性证明 国乐团到访表演就在演出前一天 指挥家人确诊 自行快筛阴性后照常出席 但隔了两天觉得不舒服 再次快筛阳性 PCR确诊 由于当天表演两个小时 近60名团员中 有人因为吹奏乐器没戴口罩 加上台下有两三百名观众担心 便破口 团长代为澄清指挥家人虽确诊 但鼻子没同住也没被匡列 团队按规定演出前都有提早防疫计划书和全员快筛阴性证明 这名指挥也全程戴口罩 目前为止登台演出并没有问题 通发的人不管有没有戴口罩 或者是脱口罩表演 其实坦白讲他们都应该被匡列 一切符合防疫标准 演出后隔天 官方正好进行全管例行性消毒 后续收到消息 在针对指挥可能到过的足迹热点加强轻骚 但按确诊后往前匡列两天规定来看 当天同团团员可能都得进行三加四居隔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常预测疫情走向 有几次都被他给撂中了 因此被网友封为大预言家 这让指挥官陈时中想到了印度神童 他就喊话柯文哲 其实重要的是要如何来实践 推测其实是用来规划目标用的 不过对此柯文哲也说了 这不是预言是科学 他是医生又不是算命师 其实这些事情都可以事先知道 他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没有准备呢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估计再过几天你知道 三到四天我们很有可能就会 但台北市就破万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预言 北市几天内单日确诊破万例 在翻出他前几次审准预测疫情走向 被网友封为大预言家 让指挥官陈时中想到他 预测让大家做参考了 今天上午看到有那个印度的神童 也都不错 重要的是实践者跟工作者 推测当然很好 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规划的目标 但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推测 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工作的计划 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做 拿印度神童跟科皮比 难道我们也有一个台湾神童 这个不是预言 这个是科学 因为中央可以动用的资源 比我们更清楚 疫情的发展 完全都是在事先就可以预治的 我们是医生 不是算命的 今天最大问题是 他一切都是 事先知道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准备 这才是问题 暗酸指挥中心事前准备不足 北市炮口又对准中央 从系统到防疫政策 快改善别为难地方 中央回报系统应该尽速 赶快优化来更正 否则第一线关怀中心的同仁 真的是电话接不完 确诊暗计很多 因为中央的系统有点塞车 地方匡列的通知来不及 希望中央是不是能够把通知日 改回所谓的最后接触日 来计算三加四 中央地方脚步不一致 语言再准 恐怕都很难齐心抗议 第九中央报道